作为一间Digital Marketing Agency 我们经常都会收到查询 是怎样去做社交媒体 主要都是Facebook 和Instagram 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内容 和怎样做 今次我集合了四个 我们帮客户 去做社交媒体内容的实质案例 和大家分享 希望可以帮助你掌握 制作内容的时候的心得和方向 HELLO 欢迎收看MORE Digital的频道 我是Kristin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Facebook和Instagram内容 应该如何做 四个实例分享由定位到平台特升 第一个案例 其实是一个位于尖沙咀 是2019年1月重开的 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这个旅游景点 其实不会经常有活动发生 除了一些官方的消息 例如开访时间 设计概念 或者是打卡领想位之外 当时其实最大的挑战 我们就是在想 究竟如何可以保持 每个星期 甚至每一天都有东西 而最后我们就决定 把它定位 成为一个香港电影爱好者的community 因为在这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上 其实有很多电影巨星的同胀 和手印 亦都会与香港电影相关 于是我们就做很多相关的内容 例如是向一些电影巨星致敬 又或者利用电影元素 去和生活时势 去挂钩 一来我们可以保持着 这个专业经常有内容可以更新 二来其实也是提升整个专业的engagement rate 因为如果你只保持一些官方消息 或者是一些很单向的内容 其实都很难去吸引人和你的patreon engage 语言方面 我们都以广东话为主 通常都会调取一些电影的对白 因为这是这个community 除了一些日常的update之外 我们都会做一些mini game 例如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极短鬼故比赛 就是邀请user和我们一起 以十个字去创作一些鬼故 虽然这个mini game 没有任何incentive 但由于这个题材 都很吸引和很有趣 最后我们在一毛钱的广告費都没有花过之下 是达到26万的economic reach 还有超过1,500个留言 反应都非常好 除了在online上有些noise和engagement之外 我们的客户都想真的有人流去他的旅游景点 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想了一个活动 就是在facebook上出了一个post 叫人用电影金曲点唱 而得奖自己的点唱信息 其实都会在那个旅游景点的LED wall上 投射出来的 那真的可以做到 其实除了在online上有人engagement之外 也真的有人流去这个旅游景点打卡 至于这个旅游景点的instagram 其实它的定位和facebook短存不同 我稍后会在第三个案例再和大家分享 社交网络顾名思义 其实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社交平台 无论是facebook还是instagram 互动都很重要 变成了你去思考内容方向的时候 就不要只想要推销你的产品 或者是发放公司的消息 其实经营一个群体 一个community 去持续做相关的内容 不单只可以做到branding 亦都可以凝聚到更多的手众 而另一方面 其实语言也要考虑一下 不单只说中英文或者商语 可能是口语或者书面语 假设你的target market 亦都会包含台湾、马来西亚 书面语是比较适合一些的 又或者你主要target的是女性市场 在用语或者emoji的使用方面 亦都会有不同的 这些都是一开始 你设定了受众后 已经要考虑的问题了 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实战案例 其实是一间本地的黑亨公司 我快速说一下 黑亨公司 就是将雇主和雇员 做一个matching服务 将最合适的人数 match到最合适的岗位 他们就可以赚取佣金 而这个黑亨公司找我们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社交媒体 都是刚刚起步的 我们大家都同意 应该先做一些比较engaging的contact 例如打工仔的共鸣图 或者建工的实用资讯 这样吸入粉丝 之后下一步才做 真正在社交媒体上 去收取对他们来说 最有价值的资产 看到这里 都可以想一下 其实对一间黑亨公司 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什么呢 答案是打工仔的CV 因为当CV的database 够丰富的时候 这间公司就可以做到最合适的配对 然后最快捷地去close deal 而以往最吸纳CV的方法 主要有两个 首先第一个是 向一些平台购买 第二个是 叫员工去一些展览 那里放在booth 然后叫参观展览的人 留下他们的CV 这两个方法 其实一来价钱比较贵一些 第二来是比较被动 而且更加耗费他们公司的物人力资源 而这个客户 其实他们的日常工作里 本身就会收到CV之后 检测一下有没有错字 有没有文化的错误 而且会帮他们收拾 把工作内容重点提出来 我们知道之后 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于是乎 存到一定的粉丝数量之后 我们就做了一个mini campaign 就是叫做 把你的CV交给我们 帮你轻松收拾 其实就是叫一些人 将他们的CV E-mail给这间公司 然后他们收拾好之后 再免费交给他们 这一件事 其实对于刚刚毕业的学生 或者想转工的打工仔来说 都非常吸引 于是在两个礼拜内 他们最后吸纳了超过70份的CV 而重点是 这班员工不再需要出去 摆桌子 或者不再需要向平台购买 坐在office里 就可以轻轻松松地 扩阔了他们的Database 平日在社交平台上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 大大小小的mini campaign 大部分都会是give away 也会有一些留言加一 这种拆 engagement 不过去想一个mini campaign的时候 就不应该只有这两个方向 最重要反而是 你要想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 做了什么内容才可以达到 也要小心 避免不要想着 我不是很想付出 但我又很想在我帮潜在客户上 收割这种想法 可以在你的日常工作中 有什么适合服务或产品 计算成本后 可以提供给他们免费去体验一下 然后再转化 其实就会容易得多 刚才我们说的主要都是Facebook 现在可以说一下Instagram 按了一分享的旅游景点 其实Facebook和Instagram定位都很不同 Instagram本身是一个很visel driven的平台 都是以靓相为主 但我们没有办法 都去那个旅游景点拍很多靓相 所以我们的做法 是在一些hashtag里面 撩一些靓相 或者我们觉得合适的相 然后再inbox一些用户 问他们可否授权 我们repost他们的相 这种User Generator Content的做法 其实一来是可以减轻了 我们制作内容的负担和资源 另一方面 其实都可以增加 不同User对于我们这个account的连着度 因为他们都会很想自己的相片被repost 所以一而再在自己的相片里 会hashtag我们 而由于这种User Generator Content的操作方法 所以我们在instagram上面 都用上中英文去写我们的post 确保海外的游客其实都能看得名 另一个我们想分享的IG实践案例 是一个财经产品的比较平台 他们会比较一些信用卡 贷款 保险 这些产品 在他们的website和Facebook上面 都有很多资讯性的文章 但我们要帮他们做IG的时候 其实都要考虑到平台特性 就是影像先行 post不能够贴link 所以是没办法把traffic带回到website 另外post的内容也不能够太长 与其将他们Facebook的内容 照版主观地搬过去 我们做的时候就想 不如我其实要更加适合这个平台 我内容方面 首先要做一些比较轻松的题材 例如是省钱、旅游攻略 而在设计方面 我们都主要以他那种很可爱的mascot 作为主体 搭配infographic 做到branding之外 其实都吸引眼球 令到我们的user看到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清楚地吸收 增加了他们的savepost的机会 Facebook和IG 虽然是属于同一间公司 在香港都拥有相当多用户 但是这两个平台的特性 其实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例如Facebook 其实它的资讯量非常高 它支援到不同的方式 无论是图片、影片、链接、文章等等 都可以支援得到 而大家在使用方面 其实无论是desktop和mobile 使用量都非常多 而IG 主要是在手机上使用比较多一些 而且是非常visual driven 无论是你做图或是做片 都要有一定的吸引力才行 而加上IG的Stories 使用量非常高 那些post又不能够贴连续 内容不能够太长 或者你用hashtag 其实是可以大大增加到你的曝光等等 这些特性 其实当你制作内容的时候 最好是可以兼顾得到的 当然明白了 如果资源有限的时候 做mirror content是在所难免的 但假设你只是集中去做一个平台的时候 这些特性 其实你都要好好地拿捏 Story多人玩 其实都不用多说了 它的consumption 比起timeline post 是更加多的 究竟如何可以利用Story 进行推广呢 除了可能是做直播 或者定期做一些Q&A 或者做一些Story filter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现在要分享的是一个不成功的pitching 当时我们接触到一个客户 他们定期都会把礼品送出给他们的会员 以往他们送出的方法 其实主要都是在Facebook上出了一个post 叫人like comment share 再选择得长者 去找我们的时候 其实那个project brief 就是我想要再和年轻人互动多些 我想要更新一点的idea 当时我们就propose了 用Story进行互动 主要都是利用sticker的功能 例如你有礼物要送出的时候 其实可以将那个礼物打格仔 或者是谷补放大 叫人们猜一下是什么 可能估中次数最多的参加者 就有机会获奖 又或者可能你那个礼物的价值比较高的时候 你可以叫那些人 订阅他们自己创作的故事 或者相片 甚至是影片 当你筛选了一些作品之后 你再放出Story 可能用poding这个sticker 进行投票 票数最高的人就可以获奖 当这些活动结束之后 其实你都可以继续用Story 去engage你这一班粉丝 例如你可以做一个意见调查 问他们这次活动 其实有趣的程度 深浅的程度 礼物吸引的程度等等 欢迎他们去提供意见 可以改善你以后 再做这些推广活动的时候 究竟要怎样去调整 其实你用Story去做这些意见调查 都非常方便 亦都不需要有任何cost 去involve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Story已经是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 使用量高其实都不是今天才知道 不过市面上 能够将Story玩得出色的公司或品牌 似乎还没有很多 如果你可以早早摸熟这个功能的特性 其实就可以早着先机 Digital Marketing 的确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行业 它的平台功能推陈出身 演算法也经常不同 所以我们都要继续整天更新 如果你连Instagram都还没摸熟 还没开始玩的话 那就真的加把劲 要快点追上来 希望以上四个案例 可以令你在制作社间媒体内容的时候 有点啟发 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这些内容 其实之后想着投放广告的话 都要留意是否适合了这些广告的规则 最简单 例如20%Test Rule 或者要避免敏感字眼等等 以往我们都有拍过片 Cover这个topic 有兴趣可以看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条影片 欢迎你like和share 你有任何的意见 例如为什么我们的Pitching会失败呢 你也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 MORE本身也是一间Digital Marketing Agency 除了我们会拍片分享一些Tips和Trends之外 我们也会接不同大大小小的Project 如果你有兴趣去做一些网上的推广 都很欢迎你找我们聊聊天 希望你会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继续留意我们的影片 下次再见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